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玩具 我是Hopken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款 是富一哥吉拉东岛大怪兽系列的款式 这一支你在官网是买不到 在其他地方也买不到 你只能到日本涉谷的PAKO百货 哥吉拉的案他已经是第三届了 他的主理人是杨老孟斯先生 他是一个解剖学的一个学者 大叔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哥吉拉艺术展要办 因为创作 我们现在希望有新的哥吉拉新的样态 甚至是我们平常时聊的各种可能的哥吉拉 其实他都要通过艺术 他才能够被创作出来 这个活动其实像是一种脑筋的碰撞 得到更多更不一样的哥吉拉 好 那我们就一起将内容物开出 OK 我们已经将内容物开出了 今天要特别感谢 UNIQLO赞助大叔的这款T恤 还没有入手的朋友 请赶快到UNIQLO的门市 现在就有在卖 或者到他们的网站去购买 超级好赞 我在评比之前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请你拉回去看一下 2024哥吉拉跟2023哥吉拉 他的CG动画差别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 CG动画它里面的表现 会反映在玩具的成品上面 反正只要不是实体 是CG的 几乎做的都没有穿起好 那这一支啊 就是东宝大怪兽的限定款 个人是满意的 他的姿态让我觉得开心的原因 就像我们曾经发过的这种梗图 这张大家都常常为了摆动作 也蛮可动的时候 不可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先天没有办法去选择 他到底是什么姿势 所以作者做姿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那我会觉得这个东宝大怪兽 这一款姿势我OK 我们要看他的背棋 背棋我也OK 整个分布下来 背棋的大小跟身体的意义 刚刚好 他的用色的话 因为他白色用比较多 原色越浅代表他越热 所以你看他这边底部 几乎都是白的 上面是越来越深色 这个表现是对的 全蓝的话给我感觉就没有那种渐层感 分模线的话 我觉得全部分模线都集中在背 他前方几乎没有分模线 都缠得很好 从上面开始算肉眼是可看的 就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 但是尾部的这条分模线叫不可用 除非他是一开始就这样 这个就不行 他应该要把它遮盖好 他是也是要热缝墙红塞进去 所以这条线我可以接受 东宝大怪兽系列 值得收藏 为什么 因为在S Plus各个品项细节里面 最齐全 意思就是说你要哪一只东宝大怪兽几乎都有 但是也有没出的 那在S Plus系列的话没出的就可多啦 巨大就根本不用讲 巨大就是那几只 东宝大怪兽在雕工上面 一般我们认为在过去我们的收藏 会比S Plus好一点 就像我们在看酒井在雕的时候 就是要手边拿着就好 所以他可以做的会比较细 那我们现在就把市售的布衣哥雕像 一番伞S Plus拿出来跟他来做一个比较 好 我们已经将三款全部都拿出来啦 这一款是东宝30 这一款是东宝20 这一款是一番伞 那我们先从头部来说 我会比较喜欢20做的比较细 其实他的口腔两个都是蓝神 20他会让你觉得比较直接 然后30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看不太大 那再来是眼睛的部分 这两个是差不多啦 雕工的部分的话 我还是觉得20比较好 因为30他的颗粒有点过大 再来是一番伞的部分啦 我觉得他的头雕也不错 是由酒井老师雕的 那酒井老师他本来就是比较注重在动态感 头部的鳞片 感觉是很顺流的 而且很尖锐 S Plus的时候是圆的 顺流也还是有 但是就是有点圆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酒井一点 胸部我觉得一番伞就不行了 他的色块就是没有跳很多 没有像S Plus 我就色块要跳多一点 动态感的话 这个是暂时 就这样 这个就是没有暂时了 他会有一点弯曲 就有点曲度 个人我会比较喜欢动态感 那酒井就不用讲啦 这个脚趾垫起来的那种张力 很好 动态感是非常好的 那以30的背起来说 他的跳色没有20来的好 那你说副一哥的一番伞 他的跳色没有很多吗 对 但他有没有在底部做摆 有 只是没做那么上来 我们领甲必须要勾这种黑边 把他的立体感拉出来 但是一番伞没有做 背起的上面纹路你是看不出来的 那如果是以CP值来讲的话 那我会选30 因为30他开到二单 他的数量是很多的 如果你特殊稀有 就要选东马拿回头 因为他不是量棒 你一定要去到现场 所以他的量势必是比较小 那他也真的有做出区隔 那这三款来说 当然是三个都有是最好 那这是大叔个人的一个浅见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细节展示阶段 那我们下期完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看完细节展示之后啊 你喜欢东宝30还是喜欢这一款20东宝大怪兽 还是喜欢这款酒井老师出的一番赏最后赏 有一个地方大家都特别不知道 我跟你讲这三款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维度 算下来第一片那个棋的后面 大概会间隔一段是没有棋的 刚收到这一支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瑕疵是少座椅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 不同公司出的居然都这样 表示他原始设定那个地方真的没有被集 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叔 你到底最喜欢哪一支 每一支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是三支都收了 互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要多听我 交流互相得到更多的资讯 如何可以买到更棒的产品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大叔聊玩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